嗚 陽光明媚的一天 上班 各位兄你好 這是我2020年第一支視頻 現在呢要去車站 走路15分鐘 好遠啊 關於我之後的視頻呢 我其實有很多話想跟大家說 現在呢平時上班都沒有時間 可以好好的拍生活的視頻 所以呢我打算回歸老本行 開啟我的大廚系列 我覺得在日本留學的各位 你們應該不清楚 超市裡面魚的種類吧 超市裡面魚的名字千奇百怪 所以我呢就是想 邊吃邊自己做 為所有人包括自己 開拓一下這方面的知識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不知道 反正現在下班了 往回頭走吧 突然就下班了 好快啊時間 屁話不多說快點回家吧 冷死了 好 已經到家了啊 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買的 魚是什麼魚 就是這個魚了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臉 有一點小奇怪 上面有些零酒 然後這條魚叫什麼呢 這條魚是長崎性 長崎 哦 原子彈 不要怕 叫 好 好 那麼我首先來介紹一下這條魚 這條魚 日語叫做 翻譯成中文呢 這叫做 蝎子魚 石頭魚 所以呢它長的上面有些騎腳 是很正常的事情 特別是眼睛這裡 很硬 有點痛 然後呢像這種魚啊 如果是野生的話 它這個背騎啊 像就是這種刺的地方 都是有劇毒的 聽說 劇說 百度上面說是有劇毒的 但是我覺得 這種實用性的有可能是沒有毒的啊 現在我已經噴了很久了 還有沒有中毒的感覺 這裡寫著 就是已經把我開過肚皮了吧 它說 如果要我自己開肚皮的話就 好像沒有開肚皮 它只幫我刮了魚鱗嗎 反正今天就是吃這條魚了 好我們現在出魚 啊 後面要給大家破個肚子 誒 誒 誒 這裡好像頂到它什麼東西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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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又活了吧 誒 我抽不進去啊 我操 我操 這時候應該看王高是怎麼殺魚的 我 同志們 我們遇到什麼困難 也不要怕 微笑著面對它 消除恐懼的最好辦法就是面對恐懼 堅持 堅持 才是勝利 加油 好 已經處理也好了 徹徹底底的處理也好了 基本上都是可以食用的地方了 魚頭 魚腮 魚身 先做尖 魚排 兩片 魚排 反正根據經驗啊 先在這個 魚身上 倒點料酒 然後倒點味醂 然後把它 拼著 泡一泡 補點油 來來來來啦 小味料呢 我比較推薦這個啊 羅斯瑪莉啊 這個特別的香啊 然後加點鹽 哈哈 感覺有點像鰻魚啊 肉也散開來了 太難看了 好啊 這個魚呢 反正把酒不離實了啊 已經熟了 我們來嚐一口 好啊 做個總結啊 這個魚呢 它的肉質 和我以前吃到的魚 好像沒有重複的 它這個 一結一結的感覺特別強 它就是那種 塊狀的魚肉 塊狀的魚 比如說鮭魚 它是一片一片的 而它呢 就是 一塊塊的 這樣解釋 你們能不能get到呢 get不到的話 我果人是個大天才 嗯 非常的結實 比一般的魚肉要硬一點 然後呢 微微微微 有一些些苦 反正這個魚肉煎一下 還蠻好吃的 但是和鮭魚比起來 我們就選擇鮭魚 然後 這就是蝎子魚湯 這個魚已經煮熟了 然後它就整個臉就 趴開來了 趴開來了 有點像條龍啊 還是蠻帥氣的 好 我們來嘗一下這個 煮過的魚 它這個魚鰭 還蠻好吃的 這魚好像沒有什麼骨頭啊 它的骨頭 都是那種大骨頭 沒有小骨頭 吃起來比較方便 嗯 一點骨頭都沒有 哦 終於吃到了 它的那股魚香了 它自己的魚香了 它的香味還蠻 蠻舒服的吧 這不是魚骨頭 它不是魚鱗 它是魚鱗 這個料理人已經休息了兩年還是三年了 上一個料理是沒什麼時候 忘記了 我現在要重新復出 需要一些些時間 今天有點失誤 選了一條比較簡單的女 好 那麼這期視頻就是這樣子了 那麼在視頻最後呢 我們來複習一下這條魚 在日本叫什麼 叫做 中文名字叫做蝎子魚 或者叫它石頭魚 第二個呢 是538盤稅 然後折合成人民幣的話 乘以6 將近35元 一條 整體來說呢 這條魚並不是很適合 剛來留學就像 嘗試下做料理的人 這個處理起來呀 包括這個 上面有很多刺 真的 我摸起來 痛得要命 最後的最後 就是 大家長得心眼 盡量不要買長崎啊 那邊的魚 對不對 大家也知道的 吃過原子彈的地方 並不是那麼的健康 今天是 我是 我是真的沒有在意 我是看到這條魚 特別的好看 特別的想去吃它 所以我才買了 並沒有看到產地 所以呢 之後 我和大家一起買一個手 先看產地 除了長崎 廣島 其他地方 一般都沒什麼問題 還有福島 三個地方的魚 之外其他的 一般都是可以買的 好的 本次的視頻就這樣子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視頻 可以點擊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